妖竹沟出印象,宛如是外桃源,秦岭南坡,山叶深处,入村小道尽头,是一个个的小村庄。 妖竹沟里,还住着24户人家,共计89人,入沟之后,在碰到的第一个居住点,几声犬飞遥遥传来,两三户人家的老屋,就在道路边。 走到房子跟前,书包大点的一条小狗,汪汪汪的咬嚼着,小狗相貌平平,狗毛长而凌乱,脏脏的,房门是锁着的,门口停放着农用车和摩托,主人并不在家。 我们不动,只是静静地看着小狗,它却像一个害羞的小姑娘,叫声渐弱,最后甚至止住了,这是秋色渐农的时节,房子对岸和沟边的几棵桥木,叶子开始有了颜色,有红有紫,有黄有绿,字意地染着群山。 秋色无限美好,思量着妖竹沟这地名,此地应该生产建筑。 秦岭山民常把其妖身的建筑,叫做妖竹,沟宁许是来源于此,农家小院边上,三只茅色鲜亮的大公鸡,安静地着实着竹篮里的基石。 四周并看不到母鸡,公鸡不下蛋,村民养公鸡,往往是为了母鸡,否则母鸡下的蛋,是付不出小鸡的,一般来说,一只公鸡可以照顾一群母鸡,像这样只有公鸡没有母鸡的情况。 比较少见,地里的莲花白尝得很健康,叶子厚厚实实,都朝天立着。 差不多每一颗莲花白上面,都会有几个虫眼,有虫眼的蔬菜,其实才是最好的蔬菜。 菜室里那些好看不长虫的蔬菜,其实都打了很多农药,莲花白会在初冬的时候,被砍来做成腌菜,十多颗茄子,和叶菜也菜长在一起。 这些茄子被种下后,应该就没有人料理过,它们,完全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。 不过,茄子都挂了果,只是还没有被采摘,仔细数了数,途中共有十二个茄子,其中七个都老得变成了黄色。 因为地处深山,人又比较少,腰竹沟至今还没完全通水泥路,去探访的时候,村里的水泥路刚开工铺了三天,还不到三百米,修路是大事,村民这一会都聚在路上。 三米五宽,下回你们来的时候,就可以把车开进来了,老乡热情,满脸喜悦,把墙刷白,这是村里的统一行为,政府买单。 原先,这些老房子都是土坯房,远远看去,茅棚草屋,逆墙低矮,如今,经过整修,房子确实好看了一些。 不过,山里年轻力壮的人,都出门打工去了,这些房子,修完之后,其实很多都空着,腰竹沟有条小河沟,里面流着清澈的山泉水。 腰竹沟很偏僻,之前属于宁闪县丰富乡,如今花贵给了广货街镇,村民说以前去一趟广货街,开车的走两个半小时,差不多八十多公里,去年开凿了一条翻山的捷径,如今去镇上,大约只要半个多小时车程,道路不发达,是秦岭深山贫穷的最主要原因,再好的山货不及时运出去,也只能烂在家里。 采摘成本和运输成本,往往使得价值低的山货和药材,都无人问津,其实秦岭山中无险草,一花一木均有自己的价值,譬如这一束的小红果子,想必应是一种药材吧,从高处看腰竹沟这几户人家,完全掩映在林木之中,更远处则绵延的秦岭,不知其极百里。 本组照片拍摄于2018年10月13日,地址秦岭陕西省安康市宁陕县广霍街镇北沟村腰竹沟,近期将集中发布行走腰竹沟的图文,欢迎关注专业行走。